女孩运气很好 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 为什么说运气很好 因为月薪十万 年底还有红包可以拿 但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女孩叫马基 她的工作就是照顾一个孩子 严格的说是一个人偶 这对老夫妇原本有一个孩子 但二十年前那场大火 小孩不幸遇难 为了弥补内心的痛苦 他们买了一个人偶 代替自己的孩子 而时间一过就是二十年 老人带人偶比自己的亲儿子还亲 甚至定制了一套作息流程 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 几点睡觉 等等 而他们招聘马基 是因为近期要出门 孩子没人照顾 两人出发时 神情很紧张 似乎还放心不下小孩 但他们走后 缩大的城堡里就只剩下 马基一个人 他当着老人的面 表现得和哀可亲 但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恐惧的 把一个人偶当人养 想想还是很渗人 于是用布把他蒙了起来 但还是暗眼 就把他扔到了小黑屋里 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城堡里怪事连连 当晚马基就做了噩梦 他梦到自己 在一幅画面前晃悠 突然 壁画中的小孩 狠狠累住他的脖子 马基赶紧起床 来到人物面前 发现人物坐在椅子上 正在流眼泪 太诡异了 马基凑近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屋顶漏下来的水 可是转天 又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马基洗完澡后发现 自己脱在一旁的衣服和项链 都不见了 屋子里只有马基一个人 但洗完澡 衣服和项链全都消失了 这时他无意间发现 格斗的梯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了下来 他拿上武器 硬着头皮爬上去 想看到底是谁 可是刚上来 梯子间自己收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黑影出现在他面前 马基直接吓晕过去 转天 他从后面中醒来 原来昨晚的黑影 是一套衣服 然后昨晚收起来的梯子 又自动打开 十分诡异 更诡异的还在后面 马基一直将人物 平躺着放在床上 但等他再次来到房间 人物间直挺挺的 坐了起来 两眼正盯着马基 旁边还放着一套 人偶的日常做戏表 正是老夫妻临走时 交给他的那张 马基顿时背后一身冷汗 他跑回屋里锁上门 然后拿起电话 向外界求救 此时他已经被吓得要哭出来了 但是电话就是打不出去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他接听 但电话另一头 传来的是小孩的声音 他放下电话 腿都吓软了 电话又响了 还是孩子的声音 小孩说 出来吧马基 别躲在屋里 又质问他 为什么不遵守规则 他再次被吓哭 情绪直接失控 不知道过了多久 马基再次打开门 地上却放着一份 他最爱吃的面包 还能是谁呢 当然是人偶 他似乎有意讨好马基 马基此刻也终于理解 老夫妇的所作所为 小孩虽然死了 但是灵魂确实附在了人物身上 另一边 老夫妇所说的外出远行 只是谎言 其实他们已经写好遗书 做好了投合自信的打算 可为什么这么做 暂时还不清楚 自从马基被人偶警告后 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 他开始细心照顾人偶 给他朗读故事 睡前给他盖好被子 等等等等 这是小马 他每周都会来一次城堡 给这里送食物 看到马基对人偶的变化 如此之大 让他有点不敢相信 老人疯了 难道他也疯了 而马基为了证明 这个人偶确实不一般 他将人偶放在地上 然后画了一个圈 为了证明这个人偶真的会动的 果然等他们再次回到屋里 人偶不见了 小马愣住了 他信了马基的话 昨天 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马基的前男友 马基来这里工作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想逃离这个男人 而前男友找到这里 就是要给他抓回去 原因这里就不想说了 马基当然不肯走 中草之间 男人拿起人偶砸了下去 这可怕马基和小马吓了一跳 他们可是见识过 人偶的厉害 果然伴随着奇怪的声音 屋子里开始晃动 然后男人旁边的镜子 突然爆开 镜子后面传来小孩的声音 紧接着 一只赤娃娃的人形 走了出来 扑向男人 前男友当场死亡 马基和小马躲进一个密室 他们在这里 发现了人物背后的秘密 原来 二十年前 老夫妇的儿子并没有死 只是被烧伤 一直在城堡密室里狗活 也就是刚才那个 戴赤娃娃面具的男人 所有诡异的行为 也都是他干的 桌上有一封信 上面写得很清楚 老夫妇觉得 对儿子一直有愧 所以他们自杀前 招聘了年轻漂亮的马基 送给儿子 马基眼看跑不掉了 不如先顺着面具男 将面具男哄碎在床上 然后顾住要轻弹 让他放松警惕 最后一刀刺进他的身体 面具男几番争斗后 还是痛苦倒地 这个镜头也可以明显看出 他身上有严重被烧伤的痕迹 电影最后 马基拉上小马离开了这里 果然 天上不会掉馅饼 每月十万每刀的背后就是 你得服侍我被火烧毁容的儿子 这部057约推荐给大家 我是洛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